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看过这样一句话 比努力更重要的是提升你的思维层次 如果你对自己以及社会没有很深刻的认知 那么你的努力并没有太大的价值 瞎努力还不如原地不动静观其变 热衷于社交还拼命交朋友的人 并不是单纯为了友谊 往往是为了某些利益或者是害怕孤独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无法把所有的社交都拒之门外 但是可以做到 在人群中独行 在热闹的环境中保持沉默 就像在城市里的银者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 也有自己的优势 有人善于交际 有人喜欢与人沟通 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 但也有些人就是常常习惯性独来独往 也不太爱与人沟通 但真的有人会天生喜欢孤独吗 猛兽总是独行 牛羊才成群结队 那些喜欢独来独往 也不爱说话的人 并非想保持与众不同 而是在享受一个人的清欢 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多半是以下几种心态 喜欢独来独往 也不爱说话 多半是这几种人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喜欢独来独往的 多半是这种人 取高鹤寡 无人能懂 不如沉默 明朝时期 文学家徐卫 一个人外出 借宿在敬重寺中 禅师请他提诗 他盛情难缺 提笔写下 半生落魄 已成翁 独立书斋 笑晚风 笔底明珠 无处卖 闲抛闲智 也藤中 一个喜欢读书写字的人 却没有人欣赏 诗句就像珍珠一样贵重 但是没有人赏识 也卖不出去 只能随便丢弃 这是一个文人的忧伤 故事后 于波衙遇到了中子期 虽然两个人的身份 悬术很大 但是一个会弹琴 一个会听琴声 彼此成为知己 留下了高山流水 玉之音的千古美谈 可是现实生活中 我们是难以遇到知己的 就是同层次的人 也没有几个 人与人之间 因为爱好 家教 学识 生活阅历 工作环境等不同 思想和言语的差距 显而易见 社交场上 互相流须拍马 不过是委屈了自己 抬举了别人 或者降低了自己的层次 附庸作哑 内心非常难受 事实上 你说的话别人不懂 别人的话 你不想去理解 既然是这样 还不如沉默 平时也不要聚集 眼不见为净 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的心事和烦忧 都可以诉说的 也不是所有人 都有这个福气 有人可以为自己分忧的 有些话 只能自己吞咽 有些情绪 不适合表达 身边恭维的人 表面迎合的人 也不少 但真正能够做到 感同身受的人 却寥寥无几 真正能够体贴的人不多 看笑话的人 却不少 所以不是习惯孤独 只是人心难测 不是不想诉说 只是说了不仅没人懂 还可能惹来麻烦 那些自己以为的 委屈和伤害 在听的人看来 可能你还占了便宜 说你得了便宜 还卖乖 甚至包括那些 本该与自己 最亲密的人又如何 心心念念地说了 求助了 倾诉了 换来的是 无视和不作为 久而久之 也就不愿再说 因为不愿看到 冷漠的表情 伤了自己 丢了自尊 薄压死后 紫妻摔琴断弦 不复弹琴 因为再也没有人 懂他的琴声 孔子在唯一 能与自己进行 心灵对话的学生 言回死去时 绝望地喊出了 天丧雨 大文豪苏世 则更是感慨 高处不胜寒 现实生活中 那些独来独往 也不爱说话的人 很多人已经 一记绝尘 思维境界 能力水平 早已经远远超出了 所在的权责 他们就像 《萧生克的旧熟》中的 那句经典台词所说的 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 它们不宜恋 龙中的安逸 而一心向往 龙外的自由 这样的高人 往往就在我们身边 比如职场中 那个有实力的边缘人 他们要么是技术大咖 要么是管理能手 要么是多项全能 曾立下过赫赫战功 他们选择将这些成绩 掩藏淡忘 是因为没有遇到 真正懂他们的人 没有站上真正适合他们 大展身手的舞台 既然无人能懂 不如沉默寡言 这是一种无言的伤 也是一种需要隐忍的痛 就像是最骁勇善战的 将士一样 如果能战死沙场 是一种荣耀 而死于其他意外 则是一种羞辱 那个卓尔不群的人 只有到适合他的人群中去 才会被认同 被肯定 被赞赏 否则便很有可能 虎落平阳被劝欺 他们选择沉默 是在折服 是在续能 等待着爆发的机会 看透人情冷暖 不愿随波逐流 《红楼梦》中 有一个场景 令人印象深刻 被抄家之后的宝玉 亲人离散流离失所 他蓬头共面地 走在雪地里 远远地看见 一对囚车走过 仔细一看 囚车中关押的犯人 是贾府曾经的门客 也是在贾府落难之际 不吝落井下石的贾雨村 而镜头一转 坐在吧台大轿子里的 则是当年指引贾雨村 葫芦僧判断胡落案的 小沙迷 宝玉望着眼前的一行人 露出了轻蔑的神色 继而是止不住大笑 笑声冷峻又悲凉 痛恨又释然 这官场 这人生 不就是你方唱吧 我登场吗 有人重情重义 有人见利忘义 有人趋言复事 有人痴心不悔 只是到头来 都落得个白茫茫大地 针干净 当一个人看透了 人情冷暖 看淡了名利修葛 心中就再也无法掀起涟漪 只顾按部就班地 过好自己的日子 纵然窗外 繁华如洗 丑恶依然存在 但再也不是当初那样 恨不得自己踏平一切 也不再随波逐流 勉强自己做一个套中人 那些频繁的闲话家常 又或者细事淡淡的 肝胆相照 都不过是门面功夫客气化 待自己真的有困难的时候 能够有几人肯帮 人脉决定财脉 但毫无价值 甚至不同素质追求的人 过度地交际 不过是浪费时间 看似不合群的背后 不是因为孤僻和傲娇 而是因为理性看透了 真正的人际交往 不想再浪费过多的 精力和时间 去迎合别人 说些台面的客套话 这种独处 是一种明智的规避 而不是变成鸵鸟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等到自己够强大 够优秀 自然吸引不同的人 可以开拓新的人脉 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烟火颜色 从此 志愿随遇而安 求人不如求己 靠山山会道 靠人人会跑 人只有自己才最可靠 任何人之间的关系 都是代价而沽 相互间没有价值交换 根本不可能长存 正所谓有茶有酒 多兄弟 极难何曾建议人 有时候独来独往 不是因为喜爱 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而那些整日山盟海誓的感情 亦或者是好朋友 在真正山倒之时 又有几个人 依旧站在身边 因此 沉默和独行 也未必是因为消极而自卑 而是看透事实后的 一种淡然选择性的进行交往 孟子曾经说过一段话 爱人不亲 反其人 智人不智 反其智 理人不达 反其境 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诸己 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意思是 凡是行为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 都反过来 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自己端正了 天下的人自然会归顺他 可见 任何事情 你是你一切的因 你是你一切的果 如果想要遇到贵人 首先要成为自己的贵人 就像鱼公移山中 最后帮助鱼公移山的 是天地派出的两位神仙 而并没有让鱼公的子子孙孙 都来受移山的苦 一个人想要做成一件事 一旦有了鱼公移山般的斗志和决心 哪怕起步的时候一文不值 在日积月累的坚持下 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越是在一个领域深耕 越是会遇到志同道合的人 而命运的转机也就此出现 那些致力于让自己成为自己的靠山的人 喜乐不言 宠辱不惊 心中有方向 脚下有力量 独来独往的人其实很自信 挫折也好 成功也好 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中 对于人生我们有着清晰的规划 有具体可操作的方案 跌倒了就再爬起来 登上了高峰 就转而攀登更高的峰 人生路上 他们不但引领着自己向前去 虽然也有孤独的时候 但更多的是享受是期待 开始的时候 人都是单纯的一张白纸般去交际关系 维系感情 然而难免再起初痴心真正之鱼 遇到人渣 最终相信容易再信难 因此可以说是 吃一欠长一智 不愿再轻信别人的话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